一报关 忘恩是眼灵成响 二报关 男情部的把罗心罗 三报关 烧点后贵人商家 四报关 映照头赶快足连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魔物头音乐 我是你们的小蘑菇 电影《满江红后劲》到底有多大 不仅游客在景区排队打情会 竟还整出了走路后遗症 一报关 忘恩是眼灵成响 二报关 男情部的把罗心罗 三报关 烧点后贵人商家 四报关 映照头赶快足连 五报关 头太是黄青瓜葬 六报关 口天管理长有防 七报关 百场数日敬仰 八报关 绿木正正超级 这段让网友各种花式走路的配乐 其实是玉剧与电子音乐的结合 而且还是韩红亲自操刀 导演首先第一次跟我碰的时候 就说你有没有办法让咱们这个电影音乐有趣一点 有没有可能做点戏曲 我就灵机一动了 岳飞是河南人 能搞点玉剧吗 他说那玉剧和什么结合 他说摇滚 我说不行 我说为什么不行 我说摇滚可以 但是用的太多了 最后他没有想到 所有的观众都没有想到 我是玉剧和电子音乐在一起的合作 尤其搭配上演员快速行走的镜头 立马火爆网络 颠覆网友认知 臭的气盘网友 胆真剑 大鬼猪小鬼牌 对着鬼混头皮片 想想宰错觉的脸 欢呼啦啦 后北探哪 后北探哪 读孙子兵法 平气强人生 最近全民都在追的扫黑除恶剧 狂飙 热度一路暴涨 一场横跨二十年的黑白较量 让张艺 张宋文这些实力派演员 直升数圈大佬 剧中的配乐也是恰到好处 没想到看个扫黑除恶剧 竟让网友看出了励志韵味 从饱受欺凌的鳗鱼墙 到黑帮大佬的转变 张宋文的演技得到全我认可 不仅在短视频有着94亿次播放量 甚至被网友直言 建议查查张宋文不像演的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